你現在把台灣光復BAN掉 那你要不要把這張照片上的光復 給塗銷掉呢 拒絕使用台灣光復 都是對歷史的一種侮辱 後人怎麼講 那是後人的講法 但當時就是用台灣光復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Here's some proof 面對台灣光復節 我的心情是格外感動的 前百年來經歷多少磨難 才讓我們走到這裡 是多少的歷史機緣巧合啊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先人們的悲歡離而 血淚交織的歷史篇章 也在此向全球網路上的朋友 一同打招呼 讓我們一同紀念台灣光復節 這張照片是台灣光復 很經典的一個影像流念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用的就是 台灣光復 那我想今人只要有人講到台灣光復 他拒絕使用台灣光復 都是對歷史的一種侮辱 後人怎麼講 那是後人的講法 但當時就是用台灣光復 你現在把台灣光復ban掉 那你要不要把這張照片上的光復 給塗銷掉呢 中國戰區台灣省壽祥典禮 所以國軍到台灣進行接收 所以就慶祝台灣光復 所以台灣光復的用法 並不是當代什麼為了中國統一之類發明的 而是當時的人們就是這樣認為的 台灣古稱宜州 洋人稱之佛摩莎 英文叫佛摩莎 島上世代齊齊生活的各組的原住民朋友 也發展出獨樹一格的文化 直到今天原住民的慶典依然在部落傳真著 到了明末台灣首先被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殖民 隨後名言平君王鄭成功秉承反親復名的偉大情懷 率領大軍於台南擊敗當時的殖民台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總督奎一受降後 台灣正式納入了中國的版圖 這是洋人所繪製的地圖 當時鄭成功寫了一封信 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督奎 在台灣的總督啦 不是他們的總總督 他們的這個東印度公司的總部在印尼的巴達維亞 也就是今天亞加達 他當時就直接提到台灣本為中國領土 要求荷蘭人來歸還 而是連鄭成功時代鄭成功就是這麼認為的 這個明代的時候 鄭成功來之前 台灣確實沒有正式的納入官署這個治理裡面 不過當時確實有不少中國人已經在台灣所活動 而後又在青將施當的經濟之下 1683年台灣納入了親帝國的統治 抗七皇帝以下百余年台灣生活的漢人日漸增多 並且與本地的貧府族來融合 直到清朝末年接連發生了牡丹社事件 中法戰爭 台灣再次受到朝廷的重視 而後台灣在劉明傳立主之下 自當時的福建省畫出 單獨建省稱福建台灣省 彼時曾一度成為中國最為現代化的省份之一 劉明傳當時他是建議要單獨建省 他的任期從1885年到1891年 我們也知道到1895年割讓 所以後面的巡副叫少爺連 劉明傳是相當有大志向的 當時來到台灣 其實主要是對中法戰爭進行應對 中法戰爭其實也代表 因為中法戰爭當時法國是有來打台灣的 所以當時有一個法軍的將領 八姑還被打死在淡水的外海 台灣的這個重要性就被見證了 你看中法戰爭奪的是越南 台灣也是被打了一環 也就是對於海防這件事情 清朝慢慢了解到台灣的重要性 所以把台灣畫出來 但是為什麼叫福建台灣省呢 本來台灣一直都是福建省的志向 可是當台灣要建省的時候 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本身要建為一個省 海防的必要性 因為當時還沒有空防 海防就是前線 其實有一個邏輯在這裡 一來事實上福建跟台灣本來是一體的 二來當時台灣省的營養不夠 很多必須由福建省來支援 劉明傳他雖然是文官的底 但是他是武官 因為軍工而禮次升遷 而做到巡撫的這個等級 那我們知道在清代 總督巡撫已經是最高層級的 我們一般稱之為封江大力 除了中央的官員之外 這些影響力非常的大 這個清朝的八旗部隊 其實已經是沒有戰鬥力了 自己所組成的 不管是淮軍湘軍 像劉明傳 他叫做明軍 這樣子 他的戰力都是很強的 那是自主戰力 所以這也就是軍事意義很強 所以之前這也呼應了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台灣一旦破壞 就不具備經濟上的重建價值 因為他是一個國防價值的展現 海權上面 他變成一個特殊的存在 所以這個建神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那另外他那個積極的建設也很特別 台灣就作為 明明是帝國的邊垂 這個時候變成帝國的前沿 所以劉明傳是積極建設 包括建鐵路 電燈 電報線 還建學堂 然而好景不長 自1894年 清廷甲午戰敗 隔年馬關條約簽訂 割台已成40 台灣軍民在邱逢甲帶領下 立即成立台灣民主國反抗到底 然而日軍優勢下 台灣民主國很快就瓦解了 隨後又經歷了20多年的犧牲慘痛代價 例如1912年 中國同盟會的台灣分會 羅伏星帶領下的苗栗事件 類似事件總計發動了多達150餘次 台灣人由武裝抗日轉為文化抗日 此外原住民先人的抗日更為剛烈 例如1930年 著名的賽德克族同盟 莫納魯道所曬你的這個物色事件 更當日人震撼不已 這個物豐林家 林朝洞 當時所謂一隻洞軍 事實上過去 我都沒記錯 他是跟著劉明傳在打仗 那他事實上也是當時清朝的重要將領之一 那這個洞軍很特別 這個洞呢 物豐林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 板橋林家 物豐林家 基隆岩家 高雄成家 還有一個孤家 林朝洞 他這個就以他這個字為動軍 他這個整批的部隊都是台灣人組成的 台灣被割讓了 他們還在打仗 那怎麼辦呢 所以部隊得解散 解散怎麼樣 把槍帶回去 軍隊解散 但是槍支你就帶回家 所以後來台灣武裝抗日 就是不少跟這些洞軍的兵丁降臨是有關係 所以台灣人在抗日是很激烈的 但是當然必須說啦 清朝的部隊再怎麼精銳 怎麼可能比得上現代化的日本人部隊 像物色事件真的很慘烈啊 全族大概3000人被殺了1600人吧 莫納魯道後代還有在啊 他有一個女兒嫁出去了 然後後來有留下來 因為原住民族女生的地位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 他們的這個家族記憶有傳承啊 像這個莫納魯道的這個後代 他們還一直在講物色事件 另外這個圖啊 這叫藍帝黃虎旗啊 這是台灣民主國的國旗啊 名為獨立實為統一啊 因為原因是這樣啊 根據馬關條約的時候啊 本來呢是東北三省在家台灣都要割讓嘛 遼東啦遼東要割讓啊 當時啊這個二德法三國干涉環僚 主要是俄國的權益受損啊 那德國因為他佔據山東嘛 所以你這個對面的遼東被日本人拿走 他當然也覺得他受到影響嘛 聯合了當時的法國一起啊 三國聯手干涉環僚 所以日本人也沒有辦法 台灣當時換不回去 就最後還是日本人給吃下來了 那日本吃下來的過程 當時台灣人就想了一個方法 我獨立呢 就不受你清朝的條約的限制啊 但是呢事實上當時又怕被清政府誤會啊 所以呢就遙奉大清 但是呢就成立這個藍帝黃虎旗啊 其實也有點呼應這個清朝的黃榮旗對吧 那是這樣來的 那當時台灣民主國主要分成兩大部塊啊 北部跟南部 當然中部也有一部分 北部的話很快 北部離開過新更衡的 北部客奱 EEZW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